本节目由小涛睡前故事赞助播出 晚上睡不着那就关注公众号小涛解说 每晚一个睡前有声故事 另外不定期还有粉丝福利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涛哥 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由粉丝推荐的美国恐怖电影 恐怖蜡像馆 电影是从1974年开始的 刚开始可以看到一个锅子里 咕嘟咕嘟 不知道煮的什么液体 而炉子旁边还粘着辣 在饭桌边有一个听话乖巧的小孩 在吃着美味的早餐 而另一个被绑着的小孩却在叛逆期 看来一放开他就要毁了整个家的感觉 因为他的不听话 故事随着一个耳光展开 电影正式开始 有六个俊男俩语 吃着薯条蘸着酱的姑娘 就叫他小金好了 而对面坐着听小金说话的是女主卡卡 随后过来的是女主的男友卷发男 后来在车上听音乐的这个 就叫他黑鬼吧 因为他太黑了 随后登场的就是女主的哥哥 小平头和他的朋友小胡帽 小平头和卷发男 谁看谁都不顺眼 两个人把女主挤在中间 让女主实在很尴尬 几人商量好去自驾看球赛 于是众人踏上了作死的旅程 夜深了 众人准备就地休息 顺便来个演员 没想到中途卷发男和小平头 又发生了矛盾 而女主却站在了男票这一边 此时小平头内心肯定是小白耳狼有了男票 连哥哥都不要了 就在众人嬉笑打闹之时出现了一辆卡车 小平头因为他太晃眼 一气之下打掉了车灯 卡车掉头就走了 第二天 卷发男突然发现车子坏了 接着两个妹子又闻到了臭味 还作死的去找发出臭味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掉进了一个满是动物尸体的坑 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出现和一个戴着小绿帽的猥琐男 众人决定女主和卷发男去买汽车配件 而其他人则继续前进去看球赛 小绿帽提议自己可以带两人一起去镇上买配件 两人来到了看起来没有人的小镇 后来他们遇到了古怪大叔秦寿男 两人说要买汽车配件 秦寿男说稍晚一点会帮助他们 就在等秦寿男的时候 两人因为好奇去了蜡像馆 发现整个房子都是用蜡像做成的 随后两人就和秦寿男去了他的家 女主在车上等卷发男拿零件 而卷发男进了房间就开始东瞅瞅西看看 话说不知道好奇心会害死猫吗 结果好奇心真的害死了他 卷发男被秦寿男挑断绞经后 最后又被五脸男做成了活人蜡像 这时女主突然发现门口的车就是被小瓶头砸坏的那辆车 女主觉得大事不妙 进到车子里等男票还锁上了车门 此时秦寿男终于装不下去了 原形毕露 女主用技甩掉了秦寿男然后逃跑了 就在这时女主发现整个小镇的人都被做成了蜡像 突然女主听到秦寿男追来 惊慌的躲了起来 但还是没有逃出秦寿男的魔爪 秦寿男把女主绑在地下室 不仅绑住了手脚还黏住了女主的嘴 妈买皮 涛哥都叫你秦寿男了 你竟然都不做秦寿的事 简直是秦寿不如 就在这时女主的哥哥小瓶头和小红帽来找女主和卷发男 两人恰巧看到了秦寿男 而女主本想伸手指引起小瓶头的注意 却被秦寿男无情的剪掉了手指 就在小瓶头准备和秦寿男去找女主的时候 女主强忍着痛撕开了嘴上的胶水 一声尖叫引起了小瓶头的注意 这时小瓶头把秦寿男打倒在地救了女主 原来其他四人在看球赛的途中遇到了大堵车 无奈担心妹妹的小瓶头正好可以回来找女主 而这时的小红帽也走进了蜡像馆 看到了被做成活人蜡像的卷发男 小红帽本想去救他 却没想到剥下来一层脸皮 就生一口气的卷发男提醒小红帽有危险 而无脸男再次出动 最后小红帽依旧没能逃脱他的追捕 被无脸男削掉了脑袋也做成了活人蜡像 画面转到黑鬼和小金这里 就在两人要做点不可描述的事时 突然没了音乐 这时黑鬼丢下小金出去打开音乐 原来无脸男很早就埋伏在外面 一刀解决了黑鬼 随后小金被无脸男吓到 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赶紧跑 最后却也没能逃脱 被无脸男一棍子抱头 无脸男带着小金和黑鬼的尸体 回到了禽兽男的家 而这时女主和小瓶头准备去禽兽男家找电话报警 顺手拿了一件武器防身 就在这时禽兽男发现了他们 正准备杀死两人的时候 小瓶头拿剑伤了禽兽男 两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就扔掉枪去禽兽男的家 发现自己的小伙伴都已经遇害了 这时女主看到一篇报道 原来这里之前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两个人生下来就是连体婴儿 于是父母趁植物之便 就私自给两个孩子做了分离手术 两个孩子长大后 就是现在的禽兽男和无脸男 禽兽男和交苏弟弟无脸男 做活人蜡像 就在禽兽男和无脸男 讨论如何杀人的时候 女主趁机逃到了地下室 和小瓶头会合 而这时小瓶头要打开地下室的灯 却不小心开了整个小镇的灯 引起了禽兽男的注意 这时小瓶头在地下室 发现了被做成活人蜡像的小红帽 就在他要救小红帽的时候 无脸男出现 小瓶头使记把着火的蜡枝倒出 企图烧回整个地下室 女主和小瓶头正准备逃出 却遇到了禽兽男 禽兽男一把将小刀 插进了小瓶头的大腿 两人打斗之间大火蔓延 使得整个房子都开始融化 就在危急时刻 女主发挥洪荒之力 把禽兽男的头给打爆了 赶来的无脸男 恰巧看到了这一幕 抱着尸体痛哭之时 发誓要替哥哥报仇 这时的女主急忙往楼上逃去 涛哥想在这里问一句 有大门不走 你上什么楼梯啊 难道想上楼看风景不成 女主上楼把自己 关在卧室的时候 似乎忘记了 这座房子是蜡做的 就在无脸男破蜡而进的时候 吓得女主到处乱串 而小瓶头却不顾自己的安危 跑来救自己的妹妹 两人合力将无脸男给解决 就在蜡相馆快要融化的时候 两人在墙上挖了一个洞 逃了出来 然后整个蜡相馆毁于一旦 之后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一行人最后只剩下了 女主和小瓶头活着 就在两人以为噩梦结束的时候 警察接到电话 原来那户人家身下的不止双胞胎 还有第三个孩子 而这第三个孩子 就是好心送女主和卷发男 去小镇的小绿帽 警车驶过 女主看到小绿帽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最后 涛哥再次强调 没事 别瞎跑 乱作死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 岁 mix